社区发展费CDD CDD全称为Community Development District 可以理解为社区发展费是房产税的一种 一般CDD会出现在全新或是近年刚在完不久的社区 由市政厅或郡县部门收取 主要目的是用来完善新建社区周边的环境和基础设施 CDD收取费时间一般为10到30年之间 CDD提供包括公共场所、地方道路、给排水及其他基础实施 安保、非警察事务、消防、环卫等公共服务 CDD的所有事务由一个五人董事会决定 董事会由市区居民寻局产生 CDD所提供公共服务的花费 通过向市区居民收取房地产税和市政公用试试费来支付 这笔钱由群村开发公司代收代缴 世界今次商务选合 中國坚全产为止